近日,天津向上名家魏文华,于8月5日不幸并斥,向上演员苗复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表达了哀思,微博里的苗复趁魏文华未顾,可能有人感到那么,苗复年纪不大,怎么这样称呼? 其实,苗复年龄虽然不大,辈分却不小,苗复的师父是郑小山,师爷是王本林,而王本林的师父是相声大师马三立,魏文华的是师父是相声名家五魁采,师爷是李绍青,马三立的师父是李德阳,李绍青的师父是个自卑的大师兄,万号瞪眼玉子的玉德龙,如此算下来,苗复与魏文华正好差了一代,称呼魏文华未顾,正是顺理成章,随后,苗复在微博里又发布了, 自己在天津为魏文华首页的消息,姑姑最后一次演出在西安,今天我在天津给您首页,并且发布了《青曲文化》的一篇哀的文章,魏文华先生一路走好,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华先生,于2018年8月5日在金县市,享年81岁,魏先生最后一次登台现役,是近81岁的高龄,在西安青曲社大剧场, 她的表演生情并茂,包袱连连,引得观众振振的笑声掌声,女性向上演员因在演出上的种种局限,要付出比男性演员更多的努力,有更多的艰辛,魏先生80多岁高龄,还保持向上研究,教学,表演的刻苦精神,值得我们所有人敬重。 随后,苗复再次发布微博,晒出年初魏文华参加青曲社跨年演出的图片,而且除了魏文华演出的照片,还有观众席的盛大场面,看来,苗复对魏文华的趣事还真是动了感情,希望这种爱老尽老的做法能发扬光大。